在刚刚我们看到了聂老板的东北三白菜 三中回甘的滋味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而同为东北老乡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甚至当作国宴菜色来宴请诺鲁总统 而大导演李安更是一吃上瘾 去年来到台湾拍片的时候呢 他几乎每个礼拜都来这里报到 除了酸菜白肉锅 老板还端出了东北特制的酱料跟卤味 这老板说呢 他的菜可是比大陆的东北餐厅还要更有东北味 在放的时候要尽量让它扎实 它的火力才会比较旺 然后到时候煮出来会比较好吃 三千多元的烟囱平锅 要用入汉稍旺加热 老旧的儿子光远 专心维系着父亲的东北家香味 五年前老旧从六张桌子开始卖起家乡酸白菜锅 但一个餐厅门外汉没学过正统厨艺 开餐厅自然得到不少白眼 为什么你们会来这边开店 那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很冒险 因为我们从来 我们以前都是做工厂的 没有人看好我们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不像在做吃的 来 您好 小心哦 好 谢谢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发酵 维酸的大白菜继续在热高汤里绽放奇迹 酸菜本身没有油性 它能吃油 所以你要酸一点肉 为什么酸菜白肉 那个肉还要白肉叫肥一点 要肉这个油它把它吃掉了 东北老旧凡是讲究正宗道地 沾酱丝毫不马虎 蒜头乌醋泡一个月 传说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腊八醋 加了花椒发酵的韭菜花酱 还有特制豆腐乳 以及豆瓣辣椒酱 每一道都是老旧亲手调制的独门秘方 那这个就是你稍微煮熟了 然后记得要夹一点酸菜起来 一口下去美味满分 老旧不藏丝 除了最正宗的酸菜白肉锅 还端出台湾唯一的酱卤美味 所谓酱卤就是将生肉放在豆瓣酱 甜面酱 辣豆瓣三种酱 花椒八椒还加上高粱酒 真的牛腱 摆在这个酱里面 这枣汁就在这边 你看都可以看到 都加这么多鸡门高粱 来得一瓶 这让它弄多久啊 像这个 这个就是至少要四天 走这个里面 这个酱比较煮下去的 就比较软了 你看 没有 没有 没有人家这么做了 废事 又要好吃的东西 你跟一般就没有进步嘛 就是要照规矩 这是规矩就啰嗦 要做酱肘子 酱牛肉真的啰嗦 因为酱完还要下卤锅 每家一滴酱油却超级入味 被封为东北第四宝的蒸馍 也入菜成为珍贵的小鸡炖蘑菇 还有东北人过年吃的年火勺 老旧一股脑全端上餐桌 锅贴 水饺 葱油饼 每一样都要坚持东北味 就连下锅油煎的都是东北姑娘 我是东北阿尔滨 所以正好来这里作家香味的火锅 对啊 因为这边的东西很道地 很好吃 我要做成比东北还东北 为什么东北 你们这边慢慢你们已经都改良了 你们不照传统做 我更要坚持 道地的滋味让同为东北老乡的 台中市长胡志强成了口号粉丝 这是我的家乡味 然后当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 我惊艳 然后我觉得说生意做得这么实在 口味做得这么地道 我就把诺鲁总统带来了 结果没想到这一下子啊 老舅就推下我命 超级粉丝的站台推销 不单把酸菜白肉锅端上了国宴餐桌 也好看得到 总统马英九周美青在这过情人节 副总统肖万长吃白菜锅过生日 大导演李安难得来台拍片 也一吃上瘾 每个礼拜都来吃 每个礼拜来吃到熟得非常熟 跟每个员工都很熟了 所以他自己也是好比说 他在拍片时有叫美国的媒体来采访 他都请到我们这边来吃饭 开店才五年 老舅的三菜白肉锅就像一股奇迹旋风 让政界商界老饕拜倒 甚至名养好莱坞 每年都有高达十万人来朝圣 一星期要淹上两千五百斤的大白菜 满足饕客的嘴 对一个从没学过正统厨艺 餐厅门外汉的老舅来说 简直是人生奇迹 客人慢慢来买单 他在这边坐下 买单跟他称赞说好吃 尝尝的是 他就受到这个肯定 他就觉得终于值得了 我完全没一直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 什么累 抱怨 为什么做这么累的事 没有抱怨 这整一算一种 就是很累 累累的这样 东北的三白菜香味也从中部北上 外甥惯旱 在老舅调教下 在台北闯荡 经营的餐厅门面 传统火锅多了点时尚味 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长辈传承下来的东西 我很希望有更多朋友 也能够一起认识 这个老的味道 其实是非常美妙的 坚持备攻 三中回甘的东北三白菜 传香了三代 如今要继续靠着 这娘娘上身的香气 延续着永不腻的老味道